众学子听了魏无羡说的话 都纷纷点头表示 魏无羡说的没错 魏无羡并没有对于夫人动手 看着面色难堪的 将是众人魏无羡无声地笑了 其实在于夫人再次出手的时候 魏无羡就从自己空间里 拿出来一块防身法器 这法器不仅能防身 还能反弹伤害 在苍蓝大陆 或许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在这个世界 这法器就是个好东西了 这 阿县是师父刚才太过着急 江宗主 看着又打算解释的江丰眠魏无羡 有些不耐烦地 打断了江丰眠将要出口的话 魏无羡突然不想与之虚与尾夷了 江宗主 为了我父母死后能够安宁 也为了我父母 以后不再受人辱骂 我魏无羡从此退出云梦江市 魏无羡直接取下清心灵 递给江丰眠 阿县你 江丰眠没想到魏无羡会突然提出 退出云梦江市 江丰眠有些不敢置信 若魏无羡离开了 那他这么多年的算计 岂不是白费了 魏无羡 你竟敢退出云梦江市 你这个白眼狼 你吃我家住我家 江宛淫见魏无羡 竟然要退出云梦江市 生气地对着魏无羡吼道 魏无羡不想理江宛淫 直接无视了他 江宗主按照世家规矩 取下清心灵 退下家袍 即可退出家族 想来你们云梦江市 应该也是一样吧 不会想让我归还什么 吃穿住行的费用吧 魏无羡知道江宛淫会说什么 直接对着江丰眠问道 根据记忆魏无羡自结丹以来 就经常外出 夜列为云梦江市除碎 这么些年得的奇珍异宝 都是直接归了云梦江市 魏无羡欠云梦江市的养育之恩 早就还了 自然不会 世家规矩皆是如此 我云梦江市自然也是 话都说到 这个份上了 江丰眠 即使有这个想法 也不好意思说出口了 江宗主 我希望以后云梦江市不要再出现 关于我父母的任何流言 他们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死者为大想来 江宗主和于夫人也是懂的 你们自己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 还希望你们自己能好好解决 不要再将我父母牵扯其中 说完 魏无羡不再搭理江市的人 直接离开了 也不知蓝湛怎么样了 刚才蓝湛被送回了静世 自此魏无羡退出了云梦江市 不知是不是心理原因 自从退出云梦江市后 魏无羡只觉得内心一阵轻松 没有了刚到这里时的压印感 阿县 你等等师姐 一道温柔的声音 在魏无羡身后响起 听到这个声音 魏无羡有些烦躁 这江市的人怎么就是摆脱不了 江姑娘 男女受受不侵 还请江姑娘 不要直呼我的名字 魏无羡停下脚步 转身对着走到面前的江燕梨说道 这 这 阿县我是师姐啊 江燕梨看着面前 对冷漠非常的魏无羡 有些不知所措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阿县怎么会这么对我 这不是我的阿县 阿县不会舍得 对我这么冷漠的 究竟是那里出来问题 江姑娘 我已经退出了云梦江市 不再是云梦江市大弟子 所以江姑娘 你不再是我的师姐 江姑娘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魏无羡不再给江燕梨说话的机会 直接大步离开了 江丰眠 最后只好带着昏迷的余子渊 离开姑苏兰市 至于江燕梨后 江婉吟 还是被留在了姑苏兰市听学 毕竟俩没有犯错姑苏兰市 也不好让其回家 按说魏无羡离开了云梦江市 就不算是家弟子了 随时都可以离开姑苏兰市 但魏无羡却并不想就这么离开 或者说离开兰战 没有缘由 再加上兰忘机 是为了他受的伤就这么离开了 他心里也过不去 魏无羡不离开兰市 自然也不会将人赶走 更何况 魏无羡还是兰市二公子的好友 自然可以留下来继续听学 这一待就是一个月 这一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 比如采一阵莫名出现的水行渊 查出来是齐山温市故意引来的 为了除这水行渊姑苏兰市 费了很多精力 魏无羡都暗中出了很多力 若是他有前世的修为一个法术 过去这些水行渊早就被除了 可惜他现在修为只有金丹器 并且不知为何任凭魏无羡如何修炼修为 都毫无动静 魏无羡隐隐隐感觉到 这个世界似乎被什么力量封印住了 导致这个世界的修饰无法突破金丹 魏无羡有些怀疑 他会来到这个世界 是不是就是为了来打破这封印的 再比如云梦江市少宗主 跟蓝陵金市少宗主打了起来 虽然这件事是蓝陵金市少宗主口无遮拦的过错 但云梦江市少宗主的得礼不饶人也有错 后来两人就打了起来 因为打架这件事触犯了蓝氏家规 蓝陵金和云梦江市两位宗主 不仅是来姑苏蓝氏处理两家孩子打架这件事 更是为了上门道歉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两家的婚约取消了 两位少宗主因为触犯蓝氏家规被罚了贵和超百便家规 魏无羡听了这处理结果冷笑了一声 魏无羡也不知他内心为何会有不平 或许是因为听了云梦江市的事情为原主名不平 魏英 你打算去哪里 蓝旺基看着魏英问道 内心有太多的不舍 他希望魏英能够留在姑苏蓝氏 可魏英执意要离开他根本没有理由留下魏英 我打算先去宜林 我父母是在宜林初的事 我想先去那里找找看能否有我父母的消息 或许找到了原主父母的消息 他就能知道他究竟跟这个世界有着什么联系 还有这个世界无法突破金丹的缘由 没有根据 但魏无羡就觉得想要知道一切 就需要到宜林去找到自己父母的消息 魏无羡并没有将一切告诉任何人 包括蓝湛 毕竟没有根据的事情 谁会相信他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蓝湛或许会相信 但现在正是非常时刻 谁也不知道 齐山温是什么时候会向姑苏蓝氏发难 他不能自私地让蓝湛跟着他一起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先去求证 若确定他心中所想再根据情况来定 或者还会阻止一场即将爆发的大战 好 蓝旺基很想陪着魏无羡 但最近姑苏蓝氏事情多他根本离不开 蓝湛你放心 你们家的护山法阵经过我的改进 绝对没有人能闯进来 还有蓝湛这个给你 我自己研究出来的法器 不管多元 我们都可以联系 这上面已经印上了我的一丝原神 只要往里输入灵力心中 默念我的名字我就能收到信息 我这里同意接通后 我们就能看见 彼此就能彼此对话了 这个是我的你快在上面印上你的原神 到时候我也能随时找你 魏无羡先是拍拍胸口保证后 又拿出一个蓝色的像玉一样圆形的东西 递给蓝旺基 又拿出另一个同样的东西 让蓝旺基印上原神 蓝旺基接过法器 有些不敢相信 就这么一个小东西 能有魏无羡说得那么神奇 虽然不可置信 但蓝旺基还是相信魏无羡的 按照魏无羡说的 将原神印在法器上 魏兄 你有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拿出来卖 这么好的东西就这么放着 你也太爆残天物了吧 当了一路的背景版的聂怀桑 忍不住出声了 这 这东西很好吗 魏无羡看着聂怀桑 那仿佛失去了几千万银两的表情 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后来一想 这个世界通信 好像真的不太方便 魏兄 你这个不是好东西 什么是好东西 魏兄你这个法器 你能练多少 聂怀桑有些无语的看着魏无羡 身有宝山 竟如此不当一回事 只要有材料想要多少 我就能练着多少 而且 我现在手里就有很多 魏无羡不知道聂怀桑想干什么 但他跟聂怀桑这一个月的相处 已经把彼此都当成了挚友了 他相信聂怀桑肯定是有用处才问的 我叫你笑着 责任景 你跟她都来召唤